在咱们编程员当中 变量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元素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么什么叫做变量呢 我们去看一下 在开词当中是这样定义的 变量是保存和表示数据值的一种语法元素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名字 或者说就是一个标签 当我们把一个值付给一个名字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把北京欢迎你 去复值给word 那么这个word在这里就称为变量 在咱们大多数的编程员当中 都将这种称为 把值存储到变量当中 什么意思呢 就在计算机内存当中的某个位置 把咱们的北京欢迎你 已经存储好了 但是它到底去存储了 内存当中哪一个位置呢 咱们根本就不知道的 但是你只要去告诉派生 这个字符串名字叫什么 叫word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word来找到里面的内容了 你看我在这里给你画的很形象 在内存当中啊 这就相当于一个内存当中的一个小格子 内存中的一个小房间 然后把北京欢迎你这个字符串呢 就放到了这盒子当中 然后我在这盒子上贴了一个标签叫word 当我想去找到北京欢迎你的时候 怎么找我直接找它的名字word就可以找到了 那么如果你还不是特别理解 那么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过程啊就像咱们快递延期取快递一样 你看内存它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货物价 我在这给你贴了一张图 那这不有很多个货物价吗 然后呢 在python当中定义变量 就好比是给快递盒子贴上标签 你看这每个快递盒子上 是不是都有一个标签啊 然后呢 这个快递就被放到这个货物价上去了 然后紧接着 那如果说你来取快递怎么取呢 我是个客户啊 我去到这里取快递 我知道我的快递到底是在哪一个货架上吗 根本不知道 那我只需要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 我叫什么名字 我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他是不是就很快能够把我的 养药的这个货品 我的快递就给我找到了 实际上变量也是这样的 咱们不需要知道它具体存在内存当中哪个位置 你只需要记住它的这个变量的名字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了 咱们不需要